大家好呀 欢迎点开电影复读机 我是凤里刀 今天我们要说的电影 是戴斯杰导演在2002年的作品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这也是周迅 刘烨 陈坤 三位影坛标杆 唯一一次同框 同时 全片也采用四川话对白 其余的我们待会再谈 那直接开始吧 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大批城里的知识青年 必须响应政策 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两位主人公 也是下乡的知青之二 一个叫罗明擅长说故事 另一个叫马建林 酷爱小提青 青山悠悠 道路时而笔直悠长 时而刀销俯砍 正如两人的性格 一个温和 一个机灵 长途跋涉后 并没有迎来休整 村长带着异性人 就开始检查行囊 小小的厅堂里 聚满了村民 有限的认知 加上意识形态的作用 好像就可以判定全世界 村长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烧掉了罗明的菜谱 转头看见小提青 硬说是资产阶级 的玩具 为了保住这把琴 罗明集中生智 让哥们拉了一首 莫扎特名曲 每期名曰 莫扎特想念毛主席 琴声随即在山谷右扬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光 这把新免于烂的小提青 一直和人们内心的 柔软处作伴 城里来的闹钟 打破了山里的作息 宠心教育的本质 就是无限制的 笼坐和挖框 它就像绵延的 山间小路忘不到头 两位知青 无论多卖力干活 在村长看来 都是应该的 烧一个不慎 打翻了大粪 或者是踩到了 路边的河苗 漫漫和指责 就滚滚而来 直到有一天 罗明听说了 附近有一个 一仙天温泉 他趁机向村民打听 放工后 他们悄悄来到了 温泉边 远远就听见 一群女孩子 在水里嬉戏 小伙子们的心里 瞬间泛起了涟漪 罗明胆大 提议再走近一点 借着草丛的遮挡 逐步靠近 哪知一个不慎 他直接掉进了深坑里 马剑林胆小 见此状况 吓得立马藏了起来 洞里传来 一连几声交换后 女孩们被招了过来 一群人围在洞口 打闹 起哄 罗明恍然大悟 他们并不生气 只是觉得好玩 便笑笑应付了事 悠悠青山 几乎与世隔绝 某日一位老者的到来 打破了山村的寂静 村里的女孩们 争先恐后 引了上去 来者是这一片 有名的老裁缝 村民们的新衣服 都指望着他 两位知青对此并无兴趣 但他们意外发现 同行的那个女孩 就是在温泉碰到的小姑娘 小姑娘也被他们吸引 主动走过来叛谈 相互介绍后 他们三人算是认识了 在参观两位知青住处时 小裁缝被闹钟吸引 随后 由于实在太好奇 他直接把闹钟当成了乐高 这也直接导致 两位知青午休睡过了头 等他们反应过来 冲到小裁缝的住所 才发现 闹钟已经被拆成一堆零件了 罗民故意一声不吭坐下 开始修理闹钟 小裁缝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意图缓解紧张的气氛 开始讲述自己的身世 罗民实际上并不生气 他只是想找个理由 继续和小裁缝接触 听到小裁缝说 自己没读过书时 他突然提出要教他认字 小裁缝一时拿不定主意 借口老裁缝要回来了 便打发走了知青 回到房间后 他却又独自思索着 罗民的提议 渐渐地 两位知青在山村里 摸熟了脉络 硬是在繁杂的龙火中 插进了一次惬意 某日队长带着他们去开会 同为插队知青的视野 懂得为人处事 会说话被点名表扬 称之为再改造的榜样 罗民和马建林则被阴阳拐齐地批评 小裁缝冷不吝吝地说 自己最不喜欢这个领导 罗民是个鬼机灵的人 一听这话便趁机想邀请他吃饭 实际上小裁缝没有理由拒绝 只是他已经答应了和其他女孩去洗澡 便只好回绝 另一边 队长在开会期间 得知了放电影的事情 便吩咐两位知青去县城看电影 回来再说给大家听 两位知青求之不得 在去县城的路上 碰到了老裁缝 罗民立即请他转达邀请给小裁缝 老裁缝一开始没理他 待到罗民失望之际 他突然一脸几声高呼 Vio Ling 罗民瞬间明白过来 小裁缝肯定会来 赶到现成后 他们火急火燎地吃了碗面 便立即奔向电影院 镜头一转 他们已经回到了村里 罗民故意用风车吹骨糠 制造下雪的效果 他没讲一小段 就撇一眼小裁缝 村民的文艺生活 本就枯燥乏味 再配合两位知青的动情讲述 一群人听得入声 连连催着他说下去 小裁缝对电影好像并无兴趣 一个禁止呼 此时他并不知道 两位知青卖力的演出 只是为了拨他一笑 讲电影之后 三人越婚越熟 茂密的疏从 郁郁匆匆 新认识时的好奇 已经消耗殆尽 三人只好各自发呆 闲聊中 小裁缝提到 四眼那里有许多外国小说 这让两位知青 瞬间来了惊 立马找到四眼 表明了来疑 狡猾的四眼 瞬间看穿了他俩的心思 只说书早就扔了 又过了几日 他们得知四眼就要被调回城里了 两人急得团团转 谁知 小裁缝冷静地说 去把他投回来 当夜 四眼的母亲买了一头牛 犒赏全村 在那个年代 这算是想事足级别的遗产了 他这么做的目的 无非是想尽量确保 四眼调回城里这件事 在最后关头 不出差错 村里为四眼回城 准备了一个小晚会 期间小裁缝带头跳舞 而罗明和马建林 趁机溜进四眼的房间 几番搜寻 终于把书偷到手 此日 三人一会合 便甘之如意地翻阅起来 听听我给你读这两句 你就是这个好好哦 368天有三个月 生母院的中生 每天准时换起巴黎的 看哪本哪本才好 你看那个名字叫 红与黑 不看哪种 只看那个名字 我都喜欢在那边书了 小裁缝虽不识字 但眼睛直勾勾望着一本本的书 看得入神 听得更入神 他们找了一个山洞用来藏书 名曰藏书洞 为了安全 每次只取一本书 三人都赞成 剩下的日子 两位知青轮流通宵看书 然后交替读给小裁缝听 罗民发誓 要用这异乡书改变小裁缝 马建林傻傻地听着 一句话也没说 一本本文学作品 陪他们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夜晚 清早时分 山间悠悠 鸟语花香 通宵看完书的马建林 抑制不住激动 对着山谷大湖主人公的名字 回声飞出了天际 而村民们则一如既往地劳作 生活 一日罗民着凉 在挖铜矿石打冷战一头倒下 村民们用着图办法轮流上阵 他们的方式简单粗暴 就是用疼痛感来刺激 意图让他变清醒 经过了鞭榻水淹 罗民的情况并无好转 村长打累了 让马建林顶替 他看着哥们 处处可怜地圈缩在石墨上 迟迟下不去手 而此时 小裁缝突然赶来 他又见马建林下不去手 便主动拿起藤鞭 一边下去后 罗民腾的眼睛直接瞪起来 马建林不忍心看 慢慢走开了 而此时 身后的罗民趁机牵着小裁缝来到身前 一进一退后 直接吻了上去 转眼又到了县城方电影的时候 村长毫不犹豫又派他们两个去 而他们也迫不及待邀请小裁缝一起 当夜电影放映时 小裁缝直言 而罗民心里却担心另一件事 如果每次都讲同一部电影 村长便不会再派他们来了 就在大家眉头紧锁时 机灵胆大的他临时做了一个决定 把小说当电影 讲给大家听 回到村里后 村民们早已迫不及待 搬好了小板凳 准备好了瓜子 此时月光悠悠 微风徐徐 于旭尔米罗埃的故事 化身为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 听得村民们如痴如醉 日子周而复始 又到了老裁缝来做衣服的时候 这次他点名要和两个知青住在一起 之所以这么坚持 是因为他曾多次撞见 知青给小裁缝念书 想要过来敲个警钟 最近我孙子编了 你要这样知道吗 你让你家举个理财室来 那天我都活了回家 哎呀 这个是啥意思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个叫熊爪 逐上都这么讲的 我刚肯定 我这个是第一个 熊爪胆下 会让你的胸部更好看 那你刚才说的文明人 知道意思吗 夜晚人只有情感 文明人除了情感 还有思想 我真体的害怕 怕得我的手都只大哆嗦 有时候一本书 可以改变人的乙杯子 荒唐的是 老裁缝也早被书里的东西吸引了 所以到了入睡时 他一直旁敲侧击 但就是不直说想听书 罗民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 让马建林先假装卖卖关子 当夜借着悠悠的烛光 念书人和听书人 互相抚慰着干涸的心灵 基督山伯爵的故事 就像烟味 肆无忌惮在小魔物里飘零 此后的日子 在大众马作品的影响下 小山村吹起了一股 来自地中海的暖风 前肩后方的水手领 裤脚宽大的海员裤 银行家夫人的楼空长裙 都一一闪亮登场 一天晚上 当老裁缝 震逃罪在 香榭丽舌大道的幻想中 无法自拔时 一道手电光打断了他 三人被队长抓了个正着 罗民见状 想方设法狡辩 但是丝毫不起作用 队长威胁 要带三人去革命委员会 他之所以这么强硬 实际也是有原因的 自己的好牙齿 被县里的革命医生拔了 坏牙齿却钻心地疼 他听说 罗民的父亲是个牙科医生 便要求罗民用一块锡 帮他补好牙齿 这件事 他保证不追究 这场戏 实际可以看成 对当时运动的一种讽刺 汗天动地 席卷全国的运动 最终败给了一颗牙齿 三人得知后便立即动身 老裁缝跑去 叫小裁缝来帮手 两位知青用缝纫机 麻绳 锥子 做了一个简易的机器 接下来的事就比较有趣了 罗民先是让两位帮手 按住队长 但由于实在太疼 根本按不住 实际此时 三人心里一阵暗爽 但流露出来的就是一副 你不配合 我也没办法的姿态 一番好说歹说之后 队长也不在乎身份了 同意用麻绳 绑住自己 罗民知道 不能玩得太过活 便故意慢吞吞地钻牙齿 他们玩够了 队长的牙齿也补好了 说起来也是歪打正着 从那以后 罗民莫名其妙 被传承了神医 村民们拿着肉菜 提着鸡鸭 把小木屋围了个水泄不通 他倒也洒脱 拿起书箱里的中草药手册 便立马上针 另一边 队长也是悲催 刚补好了牙齿 就遇上了铜矿事故 由于没有了牵头人 挖矿的事 也无限制搁浅 三位年轻人 如脱缰的野马 沉浸在小说的世界 马建林一碰到喜欢的段落 就傻乎乎地 抄在羊皮袄上 渐渐地 小裁缝不仅会认字 也开始写字了 当他写到 我爱你三个字时 罗明听得入了魔 我爱你 重复四载 我爱你 所有都可以了 我爱你 快点 我爱你 快点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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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段时间太漫长 马建林萌生了创作音乐的想法 他伪装成一个县里来的干部 去拜访了山里的名歌手老徐 同一时间的罗明 带着小裁缝来到了山建林 他们在水里嘻嘻打闹 进而演变成一起拥吻 最终尝到了静果的滋味 逍遥的日子总是短暂 信使传来了父亲病重的消息 罗明便立即起了两个月的长假 趁着三人一起游泳 他司机先把状况告诉了小裁缝 转头便拜托马建林好好照顾他 说直白一点就是 小裁缝跟我了 你就别惦记了 马建林的小心思当场被识破 只好吱吱吾吾答应了下来 你俩快点回来 不晓得 有些事情你不晓得 找到司机吗 一手 咋了 跟我一起回去 我不是走不着 你回来就晓得了 有点麻烦的 点亮 放桃桂桃 小子 不要跑 不要跑 和所有的恋人分别一样 罗明走后 小裁缝也消沉了下来 但对马建林来说 难得有机会和小裁缝独处 他分外珍惜 不错过每一眼 他把小裁缝映射成包法力夫人 念小说时又把自己带入书中 和主角产生交集 倒也莫名畅快 马建林性格泪敛 面对村里其他男人的刁烂 他毫不反抗 一连几日下来 他单纯地以为 小裁缝的心不在焉 是因为书中的故事不好听 他借急说 不读外国小说了 准备给他念卢迅 言下之意 是自己想走得更近一点 但小裁缝丝毫无感 转头告诉了他 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 这既是一身倾诉 也是一种求助 马建林戏如蝉丝的倾诉 瞬间荡然无存 沉丝后 他一口印下 自己来想办法 第二天 他先跑到仙医院 找到了一名妇产科医生 他也是父亲的朋友 接着 马建林谎称自己的妹妹意外怀孕 但医生一语拆拆了他的谎言 说自己的朋友根本没有女儿 他假装慌了神 便立即提出 以一本法国小说作为报酬 随即解开了身上的杨皮奥 再进入寒蝉的年代 一横横的文字 摇身一变 成了最无价的阴桶活 医生本就是菩萨心肠 稍稍纠结了一下 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第二天 他便领着医生进了门 然后跑到屋外 拉起小提琴打掩护 医生轻轻关上门 习惯性安慰了几句 就开始了手术 对于小裁缝来说 和恋人水乳交融的 腻歪劲还未退却 转眼间 冰冷的器具 就带来一阵阵的刺痛 他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捂住嘴巴 默默流泪 这时村长被琴声吸引 牵着牛走了过来 马建林出奇地镇定 有一搭每一搭地和他叛谈 突然小裁缝 疼得叫了一声 面对质问 马建林镇定地说 那只是琴弦产生的尖锐高音 大伤初一的队长 丢下一句话 不如某杂链锣帽主席浩婷 便牵着牛大摇大摆走开了 骗过队长后 他嘴角上扬 得意地笑 术后 小裁缝谈言 自己想变了另外一个人 他提议去买点东西 开心开心 便掏出了二十块钱 刺痛后带来的成长 让小裁缝一眼看穿了他的用意 一个劲追问 钱从哪里来 在得知了 他把小提琴卖给了医生后 小裁缝干涸的眼眶 又烫出了一滴滴热泪 一段时间后 罗明又回到了村里 带着礼物迫不及待 拜访了老裁缝 此时小裁缝早已恢复了过来 而且言谈举止 也颇有文化人的份 他望着小裁缝暗自得意 终于改变了他 对于之前发生的一切 他没问 小裁缝也没提 镜头一切回到了当下 马建林在法国 已经待了十五年 他从新闻上得知 三峡大坝工程 会导致那座山村被淹没 便决定回去看一看 他买了一只香水 作为礼物 交通很发达 不久 他便来到了 之前住的那间屋 他细细打量这一切 女主人听说了 她的来意之后 热情地邀请她坐下 她正是队长的小儿媳妇 正值七月半 她在折纸船 以便祭奠过去的亲人 山里人都遵从这个习俗 马建林便跟着她来到湖边 期盼着可以碰到小裁缝 但来来回回找了好几圈 都没有发现她的身影 队长的儿媳妇说 现在很多人不会亲自来 但会把名字写在船上 让朋友带过来放 听她这么一说 马建林便颤颤悠悠 朝湖心探索 悠悠的烛光下 她望了一眼又一眼 依旧无果 从山村出来后 马建林去了上海 接她的人正是罗明 他俩也是许久未见 罗明已经娶妻生子 现在是口腔学院的教授 两个老友边喝酒 边看着DV 影像里的队长 已经老得快认不出了 他依旧用着那个闹钟 不断地夸 过去的东西质量就是好 罗明望着电视不断傻笑 酒过三巡后 他回乡起那天早上 老裁缝 焦急地叫醒他俩 哭丧着脸 说小裁缝已经走了 两人便超近道 追风赶月 接住了他 罗明一股脑冲到了他身边 而马建林在一旁 远远望着 小裁缝 穿着马建林 替他买的白网鞋 剪短了头发 一身力索地打扮 显然 他真的不再是 一个无知的山村姑娘了 罗明哭着脸 细数着曾经的过往 一通语无伦次地挽留 但小裁缝只是安静地听着 并不着急回应 巴尔扎克的书里写道 女人的美是无价之宝 他深深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缓缓起身亲吻了罗明 他交代了两句话 照顾好爷爷 和替马建林问好 便背着包袱 消失在山的尽头 从那以后 再无信息 想到这里 罗明已经湿了眼眶 说自己曾经南下 找过小裁缝 从广州到东莞 又从东莞到香港 接着又说 他知道马建林也爱着小裁缝 一旁的马建林 抿了一口酒 缓缓回应道 我们艾塔利防死 不一样 镜头一转 三峡库区的水围县 已经渐渐淹没了小山村 曾经的藏书洞缝纫机 月下的故事会 崎岖的石板梯 伴随着 那只本该送出的香水 缓缓地沉入了水底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是戴斯杰导演2002年的作品 这部电影的诞生也是很神奇的 戴斯杰生于成都 他本人在1971年到1974年间 被下放到四川亚安的一个乡村 接受再教育 1984年之后 他便一直旅居法国 在2000年 他率先用法文写出了同名小说 而中文的翻译版 是在电影上映之后的2003年才出版 而本片也是2002年第55届嘎那电影节 一种关注单元的开幕电影 交代完背景后 我们可以很直白地看出 电影讲述的 就是导演自己的青春 整部电影的对白全是四川话 而本身就是重庆人的陈坤 自然在表演的流畅度上 一枝独秀 而周迅和刘烨的娇言四川话 也可以算是别有一番味道 纵观影史 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的电影 几乎可以归纳成两大类 一类是把镜头聚焦在这段时期本身 通过对人民生活场景的细致描写 以单个的人生为样本 以凸显运动 对个体所带来的碾压 典型的代表就是 谢敬导演的芙蓉镇 以及田庄庄导演的南风真 而另一类 则是以整个近代史为丈量 以主人公的宿命 来反衬全民族的路线 这类作品 并不刻意聚焦在某一个非常时期 描写的人物 也多是不同角度的群像 如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 以及谢敬黄鼠青导演的《木马仁》 但无论如何 错了就要认 挨打要立正 入骨的讽刺 警醒的鞭策 都是这两类作品最明显的标签 回头再来看本片 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除了片头的背景乐 草原上的红卫兵之外 几乎很难看到对运动本身的描写 即便是主人公进了城 也难见到漫天的口号横幅 片中最根正描红的队长 也因为牙痛最终选择 把革命任务炮至老后 比起城里的风风火火激烈批斗 山村里的运动更像是蜻蜓点水 两位知青几乎没有遭遇人祸 他们的煎熬更多地来自于 挠其筋骨和恶其体肤 以及对之后人生的焦虑 与之相对的 两人不但意外收获了 突如其来的情愫 还莫名垄断了知识 维系了固有的那一份高傲 他们稍稍跳拨闹钟 就可以提前收工 尽享安逸 稍稍撒一个谎 就令山民如痴如醉 引得少女万般心意 甚至 只要他们愿意 用几本书 就可以改变一个女孩的一生 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一方面让神州大帝 风声鹤唳 另一方面 也着实让两位知青 在世外桃源如虎添翼 所以本片的着重讨论点 实际是知识分子们 在特殊状况下 如何拿捏本性 两个知青 慢慢在山村立足的过程 实际也是知识本身 一路过关斩将 变相建筑起乌托邦的过程 而本片的成功之处 毫无疑问 要落脚在《小裁缝》 最终出走上 剧情虽说 以爱情的惨败收场 但其实这也可以看成 浪漫主义吹响了号角 不知为何 在冥冥之中 我们总能达成一种 病态的默契 当爱情发生在荒芜之地时 我们莫名会觉得 津津有味 特别是知识分子团体 对这种猎奇的养分 如鸡思客 不给了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巴掌 当知青垄断了知识时 还要试图垄断 人们对爱情 对文明的理解 但真正的现实是 爱与欲的存在 远早于文明 哪里有的文明 去做最终权势 《小裁缝》眼里的巴尔扎克 哪里又由得了外人去定义 他的美 他的爱情 他的自由 他的一平一笑 最终解释圈 只能是他自己 挪民自顾自地以为 塑造了小裁缝 把他当成自己的产物 洋洋得意 却忽略了 一人有着同样的伟大和渺小 小裁缝就像一石标杆 既体现了两人的崇高与博学 又丈量出他们的虚伪与自负 但我愿意把以上的种种理解称 这是人始终无法克服的坏习惯 它让我们的人生充满遗憾 却又冥冥中带来希望与力量 让我们在左右摇摆中 拿起手中的笔 书写下一篇篇 关于爱与美的启示录 而文学和艺术 就是杰出的两颗 永不腐烂的果实 好了 这期就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我做得不错 一键三脸是对我最好的鼓励 我在微信公众号 整理了一些电影相关的硬核技能 如果有兴趣 请务必来看一看 我是风里刀 下期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